大家好,我是吳仔 喝到心痛,决言又中了 英國皇室大反擊,夏女兩夫妻經常在那裡狗喉蕩被吸 和那肋梅巾幹什麼鬼事 皇室大反擊說,英女王的死,你兩個都有份 是正死英女王,好恐怖啊,謀殺陳王啊 好大的指控,他們可否留在英國呢 英國名嘴希望他們被遊街示眾 甚至希望有人拿屎尿扔他 再說俄羅斯,俄羅斯有附上離奇死亡 今年第十一個,風泉啊,因為他們掌握了普京的大秘密 所以被人對散 我又不是這樣看,如果你有個扶相很有錢 他未必需要有秘密 他有錢他整掛了你,地方沒錢他整掛了你 原來人類學家在非洲發現三萬年前人類壁畫 找到第一批人類啊,說這班人啊 至今竟然存活到現在 別開玩笑啊,萬九幾歲 不是,七十年前,三萬幾歲啊 刺罵這些神經新聞 我們看看OK仔怎樣報告給大家聽 教個球給你啦 謝謝,大家大家好,我是OK仔 今天首先會和大家跟進一下 有個大新聞,什麼事呢? 泰國有一隻護衛艦竟然沉了 是不是被人擊沉了呢? 哇,大件事 一百人沉沒,有十三十一個人失蹤 哎呀,真是大件事 原來說到泰國有一艘 栽著106名船員的護衛艦 在風暴底下,在泰國灣沉沒 至今有七十五個人獲救 至今有三十一人失蹤 有些片段可以看到 海面湧起大浪 這隻護衛艦翻側沉在海裡 深入夜之後,有部份人坐著一隻橡皮艇獲救 最後這隻護衛艦最終就沉了 為什麼這隻護衛艦這麼容易沉 你不要說海浪 你隨時炮彈都頂得兩嘴 原來他們海軍發言人說 今次事故事因都要調查一下 不要說太過海軍都沒有發現過 全球都很難聽得到突然間會這樣 被狼一會激沉 而說到當時海面湧起三米巨浪 機房首先入水 令護衛艦的電力系統發生短路 那你真是大件事 船不能碰水 那你真是斂了 導致護衛艦失去動力之後 更加多的海水湧入這個艙 導致翻側 他不是隔水層嗎 另外說到當局其實派出了三手護衛艦 派這個電水泵 想著泵水幫忙 那你不要想 入水速度一定快過泵水 這件事都知道 你應該想想怎樣救人走更好 那真是這場意外 那不是有什麼攻擊事件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這一宗消息真是誇張 英國皇室那種驚人的內幕 源源不絕 隨著在Netflix上映哈里梅根的紀錄片 現在又有幾個風波 其中一個風波就是 哈里梅根希望在查理斯明年五月加冕之前 希望他們道歉 看來哈里梅根就覺得自己真是受了委屈的 那究竟是怎麼說呢 根據太吳士報的報道 哈里梅根希望皇室 在2023年五月份之前 為他們所受的痛苦和傷害負責任 而說到 你哈里梅老爸是加冕的 那你這個時候 拿警定贈慶 是不是特意的 就著這件事 他們就說 喂 不知道的 不是巧合的 我剛剛摘到那天是好人 沒鬼知道他那天是加冕嗎 除了說到希望他們道歉之外 也都有一些名嘴 在演講上面 在節目上面 都對於 這套Netflix紀錄片 都非常之令人 嘔心 覺得這對夫婦 可恨人爭 這位名嘴更加說到 好想看到梅根被人扔屎 哇 要不要這麼大仇口 扔屎 我們看看究竟這位 名嘴在太陽報撰文 他說他自己對梅根恨之入骨 說到他的討厭程度 遠遠超於蘇格蘭首席部長 斯瓦程 或者當地轟動一時連環殺人 路斯馬利 嘩 這樣啊 說到這位名嘴 他晚上很難以睡覺 因為一看完那個Netflix紀錄片之後 他幻想梅根被赤裸在全球各地 由佳示眾 民眾高夫 可恥更加向他扔屎 他說 如果跟他自己差不多年紀大的人 相信 都會有這種想法 那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要不要這麼生氣 可能 有些人就覺得 他們很尊重皇室 覺得皇室上面是 不可分割 或者叫做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那你何況是皇室之人 另外有消息指出 不是吧 英雷王的死 竟然 和哈里夫婦又有關係 真的 這些呢 告訴你 什麼事都在你身上 現在 當然 你現在就被人眾此之敵 這麼多人就趕著他們 所以 是不是真的有些關係 但是呢 我們一起看一下 究竟這件事 有 英國的媒體 引述皇室消息 人時爆料 英女王 晚年的時候 情況轉差 他說 雖然 不可以直接指出 是 哈里夫婦捏死他 那種所作所為 但是 某程度上 他們 的確 對英女王的健康 是有影響的 那麼這個消息人時更加講到 哈里夫婦 對英女王的健康 是 有 不利的影響 英女王已經年紀大 又有其他問題 即是說身體健康 雖然這樣 但是 講到 哈里梅根好像 沒什麼收手的跡象 那 可能啦 也有消息人時爆料 他說 好幸福 英女王現在不是健康 還在這裡 為什麼呢 因為 不用看這些節目 雖然 大家都知道 有消息指出 英女王在死亡症上 因為 年紀老邁 他說 說到英女王是行動不便 即是他離世前已經行動不便 有消息指出 是亨利 批評皇室的時候影響到英女王 導致身體健康惡化 導致英女王行動不便 然後 健康每放月下導致他 今年離世 所以告訴你 是不是這樣也能屈下去呢 不知道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這一單是考古文 有人就說 地球上 人類是怎樣來的 經常都說 衝賀義利 當然是王子華說 衝賀 這個說話 是怎樣呢 這個說法都非常有趣 因為 雞鮮還是蛋鮮的問題 地球上 有人就說應該不是從第一個 是第一批 第一批人類 究竟是怎樣出現的呢 我們都值得研究一下 因為說 地球有46 億年的歷史 人類是幾百萬年的歷史 所以 你說人類知道地球有多少東西 真的不知道 我們只不過是地球的一份子 也都這樣說 恐龍滅絕 導致到人類的衍生出來 因為 如果有恐龍恐怕 人類應該不會 可以去到這今時今日 也都 說到人類的進化史 如果從科學的角度去看 大家都知道 是元侯科 是不是 因為元侯科 跟人類的基因 都是非常之相似的 而說到 由元侯進化到人類 是幾百萬年的歷史 這件事 也是非常之 困難 怎麽樣可以 轉變到 高智慧 高級的生物呢 這樣 你以為是恐龍 你用了過億年 都沒有 盡快到一個 非常之有智慧的生物 其實我是覺得 這樣想 恐龍就滅絕了 你看得到 他們那些化石 你 看不到他究竟有多聰明 大家只是靠猜 可能恐龍比你更聰明 但是 現在說到 人類 那個發源地 最早 原來 即是說到是 非洲 非洲原始人 應該才是人類的祖先 為什麽呢 因為非洲原始人 那個 增長速度非常之快 而非洲說到 本身是一個非常之貧窮的土地 資源 亦都很 貧乏的 沒有足夠的食物 說到他們為了生活下去 在 非洲的原始人 沒有辦法 要在非洲走出去 去了 其他地方 謀生 導致 地球上面各大洲有人類的足跡 所以就慢慢 繁殖出來 有人就說 幸好 非洲人 走出非洲森林 因為當時 也有很多野獸 如果他們一直留在非洲 就不會有今天的人類 所以他們應該 是人類的祖先 說到非洲原始人用了七年時間 厲害 七萬年時間 七年 走出了非洲松林 亦都告訴大家 非洲原始人 和人類進化 只用了七萬年 地球有46億 所以 有人就覺得 地球 在人類出沒之前 究竟 有什麼 高等智慧的生物 仍然是一個謎 究竟 是不是 在 恐龍大滅絕之前 其實還有一些 很高智慧的生物 當然 高智慧 不代表 高防禦能力 他逃不出地球大滅絕 或者 可能留下了一些基因 導致 人類 可以 那麼快 發展得那麼厲害 進化到一個那麼發達的大佬 這件事 需要 大家去猜一下 所謂的人類真相 有些人就說 神 那種就是 宗教信仰 如果從科學角度 就是這種看法 另外跟大家說一下 在加拿大發生一宗 槍擊案 還在鬧市裏面添播 加拿大約克地區當地 警察局聲稱 在多倫多北部一個非常熱鬧的市區 一座公寓發生槍擊案件 五個受害人和一名嫌疑犯就死亡 根據路透社報導 加拿大警方 在晚上接案 聲稱一名藍槍手 位於一個地方 不一棟住宅 掃射幾名受害者 造成五個受害者 死亡 另外有一個人因為病情 嚴重 睡院 也 警方聲明指出 嫌疑犯 和警方對峙之中 被擊斃 當場死亡 究竟行動機是怎樣呢 現在他們依然 調查當中 加拿大也有這樣的事情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單消息 這單消息是什麼 南韓 南韓 明年 一月 最快 室內面 口罩 說到 很多地 地球上 很多地方 都放寬了 如果計成市 香港 可能成為全球 石果僅存的口罩令 城市 根據韓聯社報導 他們計他們今年九月取消室外強制戴口罩規定之後 南韓政府 已經計劃分階段解除室內的口罩令 最快 在明年一月實施 預計第一個階段是不會放寬醫療機構 公共 交通工具 等日 人群密集的密室空間 而講到其他室內場所必須戴口罩的規定 將會 改為成 建議佩戴 去到第二個階段也都全面解除了 而講到香港 香港人最喜歡去的 日本 現在都沒有強迫 別人戴口罩 只是建議 而新加坡 馬來西亞 也都撤銷了很多這些口罩令 澳洲也都解除了這波 而講到 不要說亞洲了 歐美更加快 好世界了 而講到 內地 其實根據 中國政府網站的資料 當局是沒有明文規定的口罩令措施 但是有規定 封閉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 以及到醫院公共服務機構超市銀行地方 是要配搭口罩 而其他地方 也是建議 隨身攜帶口罩 這樣 更加有報紙寫著 香港媒體寫著 甚至內地列明 低風險區辦公室工地工廠等公共場所 戶外運動 不經常出差 生活 比較相對穩固的環境 又是低風險地區基本上都不戴口罩 我覺得 這件事 內地現在 他們都呼籲 大家都戴口罩 都是呼籲的 但是 香港就是一個口罩令 暫時都不知道可以何時解除 香港會不會有另一個獨特的地方呢 這個 都可能成為旅遊的 熱點 另外 南航 接下來 大家都知道 聖誕節 除夕夜跨年倒數 預防 離太遠的事件 再重演 明洞 平安夜 竟然停業 哎呀 現在他們不是 搞旅遊的嗎 明洞裏面有300多間商鋪 他們的營業時間 是3點到11點 開一日休一日每個月經營15日 在這個新措施下 當地店鋪將會在平安夜關門 除夕夜 亦都只有部分店鋪營業 因為相反經營多年對當地人條非常熟悉 也都會在聖誕當日 派出25人 組成小隊 幫助政府 去疏導人流 說到 這班相反他們表示 經過疫情 迫著山門三年 終於等到 放寬 尤其是聖誕這些大日子 但是當地政府 評估後建議的 相反不要營業 但是大家都為了 預防這些悲劇 免得再重演 只能夠照做 希望明年會更好 另外說一下 烏鵝局勢 俄羅斯 媒體 有東西爆 他說下周國防會議 將會有重大消息宣佈 什麼事呢 根據德國 媒體有主持人引述 就說因為現在 普京已經抵達 白羅斯訪問 有什麼要說呢 而說到 普京將會主持 國防部的年度會議 因為有人爆料 說現在他們在等一個 非常重要的聲明 普京 上個星期出席政府會議 曾經下令調動軍備計劃 也 談及白羅斯 參戰的可能性 那會不會 因為始終普京現在 雖然說不徵兵 最後都是 搞宣傳 也是搞徵兵 好啦 不要緊的 搞不搞徵兵也好 可能 真的沒有人再受 會不會找 其他的地區 或者國家 去幫忙一起參戰呢 如果是的時候 就真的不是 溫暗溫 二秋一 會不會令到 在未來 即是春天的時候 組織一支 強大的軍隊 去 產庭湖阿蘭 而湖阿蘭方面 又如何應對 甚至乎西方國家 又會不會 借機 真是 明刀明槍 一起打過呢 這件事 恐怕 要真是明年 或者遲晚才知道 那麼究竟 他們接下來有什麼要說 說到在俄羅斯方面 尤其是近期 這個烏和戰爭 俄羅斯方面有很多 寡頭複傷 一個一個死 又死多個了 這些離奇死亡的事件 都覺得摸一下下巴 究竟 是不是他們藏起 大秘密 還是他們變節 普京要堆壞他 因為 現在說到很多俄羅斯 跟普京 緊密 非常有關係的富商 頻頻傳出死訊 而最新的這單新聞 就是一位50歲 地產富商 叫澤列洛夫 他在這個月頭 法國海岸小鎮 跟朋友出外用餐的時候 突然之間 竟然不舒服 滾到樓梯 竟然滾爆了頭 送去醫院的時候 就救不回 有俄羅斯媒體引述 這位富商 死前幾個禮拜 才做過心臟手術 啊 理論上應該沒事的 他有幾搭水 這位 澤列洛夫 是地產商 Dom Story的共同創辦人 這家公司 是莫斯科 最大地產投資和發展商 和發展商 而說到 他是俄羅斯富豪榜的常客 真是 誇張了 累計 已經是第11個 俄羅斯富商 因為無端端 不知為何 在海外 死亡了 全部都是有病的 這些 由大家去考究 會不會他們拿著一些 驚天大秘密 我們不知道呢 另外 說到 泰國皇室 那個大公主的病情 有很多遙傳 說到他真的不適當 還是怎樣 更加有消息指出 因為 未來聖誕節 不想影響到 那個旅遊業 有些人就說 將那個 死訊消息 延後 現在究竟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有報導指出 現在這位大公主的病情 某程度上 穩定了 但是心臟收縮 依然微弱 還要靠著藥物控制心跳 其實某程度上 情況都不是那麼樂觀 更加用醫療 機器支撐 心肺腎 機能運作 真是 好像外界坊間的 謠傳 不是好得定 你要靠 機器去做 告訴大家 他不會自主 自行呼吸 真是可憐 無端端訓練九隻 突然心臟病 令人 可惋惜 當然 那時候事發 經過人員檢查 他說沒有發現 心臟有異常的跡象 那是怎樣 不知道 就知道了 看他可以大步濫過 當然 如果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好像有些消息說到 因為竟影響整個旅遊業 生意的旺季 要將他的 這樣的性 用他的性命去 延長又好像有些 不是那麼好 不知道 泰國皇室怎麼想 另外說一單新聞 英國 現在治安好像令人非常憂慮 因為 有些座駕 現在他們那邊下雪 玻璃結冰 竟然 經見一些踩線的符號 好了 這次 又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看看 英國近日 有位婦人 她發現 她的玻璃上面 被人畫了兩個交叉 一個大 一個小 就是兩個X 她突然之間 聞到一點味道 她很擔心 成為 刷人 目標 將這件事放了上網公開 呼籲大家 留神 同時間 英國媒體 整理了 八個刷人 踩線 符號背後的含意 而其中 兩個交叉 原來 是非常之危險 我們看看究竟 這些踩線符號是甚麼 當然 根據 英國 每日郵報 說到原來 單一個交叉 就代表 Good Tiger 一個好目標 所以 估計 兩個交叉 都是相信 不會有甚麼好東西 說到這個好盒 另外 如果 符號類似 就像一本書一樣打開 就代表 脆弱的女性 有一朵花 代表富有 而一個D加一個 一朵畫 不用動穿的中間 就代表太過冒險 圓圈加個大交叉 代表 連偷你都免 因為裏面不值錢 有件衣服 有個領 代表 事主已經警覺 即是洋了 三角形符號 代表一個獨居女事主 多條直線 多條直線 代表屋裏面有 值錢的東西 另外 有些比較複雜的圖案 就代表 一個正方形 缺角 還有衣服 那些 代表之前已經 被人爆竊 代表 不再值得 去投資 即是所謂的投資 其實連Icon稅吻 香港 大家也要留意一下 香港偶爾也有這些新聞 有些人 踩線 屋裏面有沒有人 他們會 看看你的燈 會不會長期著 等等 大家也要小心 尤其是 環境不好 這件事也要留意一下 另外跟大家說一單新聞 古靈珍貴的新聞 恐怖 美國有一對 父母 竟然開車 摘著八歲 女兒的屍體 開車去旅行 跨個州 進入南達科他州 被米徹爾市 警方逮捕 這對爸爸媽媽聲稱 是因為希望更加多時間 陪他女兒才背著屍體 他女兒 不是吧 神經病 這樣 來自華盛頓 的28歲男子 和一位 33歲 他老婆 14日 日前 在南達科他州的 米徹爾市 被捕 警方在車裏面 發現一具 8歲女兒的屍體 這對夫婦 承認 當初沒有及時帶女兒看醫生 導致 她的女兒死亡 他們一時間不知道 怎麼做 所以沒有報警 想著 花多點時間陪他女兒 這樣也不是 這樣 真是不清楚 外國有些人 有些古靈精怪的 另外 也有一位 恐怖事 美國出現一位鯊魚男人 嘩 樣子很像鯊魚 這些是古靈精怪的 這位 巴拉哈斯 因為自己 獨自囚禁一名 二十幾歲的大妻子 更加將對方成為性老 三個禮拜 被警方控以綁架 一級刑事性行為 多項罪名 根據 美國的媒體 說 這個不願意透露性命的年輕大妻子 我講到 他在 上個月的感恩節 開始 被這位男人 囚禁了一個懶屋 裡面 他因為被家人趕了出門口 所以 遇到這傢伙 這傢伙是非常恐怖的 因為他把自己的鯊牙磨得像鯊魚 所以 大妻子想走的時候 就會嚇他 你再走 我就好像鯊魚一樣 咬爛你的頸 這樣 真的 哎呀 想起都很恐怖 好了 今集時間 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